知名伊朗餐厅老板阿密尼 昨天被前女友控诉100天之内 被诈骗1000万元 现在又有这位的黄姓国标老师 出面来指控被骗了50万 还受到黑道的威胁 2000万的房子差点也被骗 而求证阿密尼 她在电话中澄清 为自己喊冤 一型蓝色洋装身段俐落 自信踩着五步 她是国标舞老师黄小姐 这回出面控诉知名中东美食餐厅老板 阿密尼骗财骗色 阿密尼诈骗事件连环 黄小姐指正利利拿出一张张本票 借款契约控诉阿密尼和她交往 期间不断表示金华城的官司需要钱 向她借了50万元 还一直要她变卖2000万的房子 你要赚钱 我们有一个方法 阿密尼表示每个月都有还利息给黄小姐 根本不算诈骗 双方现在各说各话 黄小姐记者会后也将直接向派出所报案 希望能向阿密尼执行假扣押 以防脱产 并限制出境 还要求撤销阿密尼永久居留权 就是希望能尽快讨回被骗的钱 她一直跟我说拜托我求求我 她现在有很好的机会 然后叫我去求我的朋友 所以我第一次的500万是我自己的 第二次的500万是我去帮她借钱 所以总共是1000万 前一天才内言汪汪指控阿密尼把她的积蓄骗光光 提告诈欺却不起诉 现在黄小姐也勇敢站出来控诉阿密尼骗财骗色 就怕还有更多台湾女子受骗上当 专心的旅游升温赛 三小组台北报道